焦黃色雞翅壽司炸蝦 日式六里浓浓日本風格 進駐台灣22年 今年卻hold不住成本 決定調漲價格 熱騰騰的土瓶針 各式壽司首選 新業調漲價格 預計從今年5月開始 平日晚餐從902元漲到990 假日下午茶跟午晚餐 也分別調漲 1成5跟1成 平均漲幅8% 新業表示因為原物料 加上人事成本上漲 不得已調漲 會拉長預告期 就是希望有餐券的顧客 能夠提早用掉 對啊 漲價當然是負擔就會變大 漲價其實都覺得 什麼又貴 可能就是吃的浴漢 或什麼就可能會比較節制吧 還沒過年就寒漲得不止新業 以海鮮聞名的汗來海港城 也在元旦調漲 午餐下午茶晚餐 平均漲價50元 假日晚餐來到一人 一一三零 丈夫3%到8% 就連南部知名的 石頭日式炭火燒肉 新營店也宣布要調漲價格 反而是這幾年可能是相對的工資 或者是物價的上漲 成為一個常態 就會變成所謂的餐廳 它往往是最後面這個上漲的這個部分 這幾年的趨勢是比較明顯的 我相信這可能跟大家所謂的 已經習慣了漲價這件事情 有一個相關性 農曆新年就要到了 不少吃到飽餐廳 卻紛紛調漲價格 經濟不景氣 荷包真的越來越縮水 這成的貓銷唯一代表報導